建筑大师汉宝德在2014年11月离开了我们 在他的告别追思会上充满了爱 他的女儿在现场朗读给父亲的信 他说他曾经对威严的父亲非常不以为然 但是母亲过世之后他才了解母亲为什么如此深爱父亲 现场也公开了汉宝德生前给家人的字条 上面写着我爱你们让大家都红了眼眶 看着场上的影片满怀思念的亲友家人 齐聚在数十福汉宝德莫宝环绕的纯白空间里 感念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美的大师 亲爱的爸爸 长女汉可凡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他写给爸爸的一封信 回忆当年曾经没什么话说的两人 在此之前你是一个有威严的爸爸 除了正事以外从没多说的一个字 我也对你不以为然 1995年可凡的妈妈过世后 她和汉宝德的妇女关系开始有了改变 她也才明白妈妈为何那么爱爸爸 那段期间我更深地认识了您 得到您的温暖 您不再只是个有威严的爸爸了 爸您虽然离去 但您给大家留下来的是永恒的 设计作品分布全台各地 同时不断用文字建筑一生的汉宝德 在家人陪伴的最后时光 也用笔留下最真切的话语 在家户病房里 您用最后一点的精神写着 我爱你们老爸 会永远地刻在我的心里 爱你想念你的女儿可凡 他跟我相关了 而且他做了很多好事 他开始很坏 但现在他非常成功 所以我愿意像他 无形有形地在家人心中留下最后的爱 汉宝德也透过书写创作留下了美 我们将近两百万朋友聚在这里 我们格外地会体会到 做汉先生的友人是多么地骄傲 做汉老师的学生是多么地难得 做汉教授的读者是多么地幸运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 我们也格外地懂得 什么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什么是强将手下没有若冰 什么是前人种树 后人的成梁 与汉宝德先生相识三十年 天下文化创办人高熙军说 汉先生贡献给台湾的宝藏 就是艺术教育 我具有个毛病 不做算了要做就做就像个样 哎呀 你想想看 我头大白 刚才汉教授 所有的话都是真实的 除了他的字迁的话 刚才我没有看到他那么的字迁 他的笔名 大家都知道 叫野行 那是不可能再字迁的了 你看到他的文章之后 怎么会叫野行呢 他的笔名应该叫更行 他从一身之力 就是在构建文明长城 全民的美誉 是他认为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花费一生为台湾灌溉文化养分 大师始终自签的态度 让在场所有人 在最后又学了一课 人生就是这么故事 好了 跟你们下车了